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農協旗帝王王身為民眾關心的焦點之一 也會影響到民眾投票的議員 其中在自己已經做六次立委的紅項金 過去一向都給人老農派立委的印象 而且他在立法營的經濟委員會 因為財經方面的站點已經連三次做幾十次的交集委員 其實他在台下的時候很特別以後的是新聞 不過以後新聞卻沒有做這個計較 從1990年立法院第一屆增額委員到現在的第七屆立委 除了第五屆讓給前嘉義縣長李宗盛參選之外 立委翁崇軍當立委將近二十個年頭 對我們農民和農協旗帝非常有幫助 大四樣事情都為我們農民協旗帝 就是常常跟他接觸 然後覺得他是很認真在做事 但是不太會宣傳自己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要組織一個紅豆兵團 然後為我們的總事 也是翁崇軍和委員來發聲 然後為他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關心更多的人 翁崇軍大學念的是新聞系 研究所則專攻器管和會計 在地方除了長期關心農業議題 以老農派立委自居 在立法院更長期隸屬經濟財政委員會委員 因此有專業財經立委支撐 而期間在2001年和2009年 各是兩度代表國民黨參選嘉義縣長 不過卻也先後敗給陳明文和張花冠 而這次翁崇軍再次挑戰立委連任 對手雖然是政治新手蔡易渝 但蔡易渝也有父親蔡起方 長期地方人脈經營 因此實力也不容小覷 究竟翁崇軍會再次以什麼樣的訴求 來打動選民再次相挺呢 以及夫人翁張 中美 如何看待私底下的翁崇軍 內容全都在今天的來家開講 歡迎來到來家開講的節目現場 在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很高興 可以請到我們各議官的立法委員 王中勤 王委員來到現場 為我們的觀眾朋友 做回來開講 委員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委員大家都知道你是在27歲 那一年開始打入政團 不過風情好記就是說 其實你的家庭並不是政治世家 你自己在大學學的又是新聞 是怎麼會做出這個決定呢 我想人生有很多議員 也有很多機嫌 當然參與政治不是我人生的幾位 但是剛才那個時候 我回到家裡的議帝鄉 那時候我的先輩剛才做議員 我們要退休紅統帝 所以他們很希望可以找一個年輕人 來接這幾把董 我在那時候 就是去讓我們 撐到一個參選的人 但是對我來說 我因為人生沒有這個幾位 我一度非常非常的排斥 我很排斥這樣的一個安排 但是我也記得那時候 我的母親 就告訴我一個 她人生經濟裡面 讓她很難忘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她記了一個例 當時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土地中華的時候 我們有一塊 有一塊的圈 是重腕的圈 但是那時候土地中華之後 競爭去崩起 一個很壞的圈 那時候她不知道要找什麼人 拜託 她也感覺說 她好像這個世界 對她來說是已經不去 所以那時候很痛心 很艱苦 她都跟她說 她說總之 家政你如果可以換一個心境 你想說 你出來做議員 你讓這些 無關的人 讓這些選擁人 他們要拜託人的時候 不用再去操犯 他們可以直接來拜託你的時候 這樣你也是一種公諜 所以阿嬤 鼓勵你 你可以好好思考 是不是來接受 這邊的選議 官議員的選議 我比我的媽媽 這段位 來做一個非常非常的感動和歡聲 所以我最好 我就決定參選 改革議會議員 我想這就是 紀元的一個性質 或是我大致政治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有媽媽的鼓勵到現在 現在已經20幾年 剛才第六次的立委 剛才第五次 請改革議員 因為你剛才快來選擇 其實大家好記 你20幾年走來 你學部選民的信念是怎樣 在你20幾年當中 剛才有多過他好勝的事情 對我來說 20幾年 將近30年的政治歲月 就是我跟你說過 剛才我媽媽對我參政的一個鼓勵 改變我的人性 我本來沒有幾個參政的人性價位 來做一個改變 因為當時 導致政治 就是為了這些艱苦人 他們沒有任何人性關係的這些人 來參政 希望讓我們有一個 找到核武人選 核武的民意代表 這個關頭 所以一路走來 我就是一直冰淇 冰淇淇淋 媽媽給我這個理念 我 核武無分好涼散 核武無分大小 我一路走來 就是台下用這種心情 直接做算命核武 我也覺得說 用這種心情 讓我咬到我的鄉親 要去拜託一個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不用再想說 我就要送什麼雷鎖 我就要包什麼樣的紅包 其實就是我要動用什麼的關係 他隨時可以找到我 這是我基本上一路走的 還是我的理念 但是對我人生參政的過程中 我感覺讓我記憶最親 但是我也內心高興為止 一定感覺很內疚的事情 就是我爸爸要往生的時候 是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爸爸要往生的時候 剛好我做經濟醫院的教授 我帶到 中央所有部會收到 為了買到工藥區開發的明明 剛才在開發明明明 這個主持這個學 希望可以緊急來開發 買到工藥區 讓他變成 創造我們 行愛的發展 跟創造我們 電影集結局 那一個工藥區的時候 我爸爸剛才在那個時候 他剛好 風聲鼻 我記得 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剛才在主持會 我不能趕回 接我爸爸的儀貼 因為我一定要來這間公園 來做一個玩笑 我對他的玩笑 我對他的玩笑 我可以說 他說在那個時候 我便利 我人生裡面 一個很焦 不知道要怎麼去 去學校成果 其實我們都知道 現在委員從做議員開始 一直到參選委 到現在已經 將近30年了 像你剛才說的 有危害 當然也有兵孫的時候 人生人也要 尋到一些 普通 其中 其實你在選 選舉的過程當中 選到委員 選議員 可以說是 都很兵孫 都選到 但是在2,000 到2,000 到9年的時候 你兩次參選到 我們嘉義官的館長 很可惜 都依依丹佈的票數 來須給民進黨 拿名的好選議 可以和大家說 就是說 你之前的選舉都很順利 不過這2個選舉 讓你堵到失敗 你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我想 對我參選的 所以我來說 當然兩邊的選舉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但是我總是感覺說 人生來頭地 會起起落落 成功失敗 對我來說 都是一種麻煉 也是一種讓自己 比較成長 更成熟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面對兩邊的選舉 我自己曾經覺得很沮喪 但是我很快的 我要學習去面對他 接受他 然後我自己要想辦法 來反省 來改進 就重心出發 這是我基本的心情 所以兩邊的選舉 雖然我有感覺說 我受到很大的失敗 但是因為第一期間的條件之後 我馬上就可以讓人 面對我的失敗 勇敢來重心開始 我服務我們選民的一個信賴 說到館長的選舉 我們都知道說 你在第二次選舉的時候 結束了後 你有離開台灣到美國一段時間 甚至在那個當時 沒有優先的媒體也說 一些很資格派遞的話 那那時候的狀況是怎樣 有想要跟大家來講看看 當然在本州選了 我除了感覺說 我應該要陳前也要反省 我更要去接受 失敗的一個結果 我趕快要走出來 不過我自己有一個感覺就是 是說 假設今天中間就回到立法院 我重心伴我們一個民意代表的角色 我今天已經做立法委員 已經做獎金 六次了 已經五次比較少了 我要怎麼在立法院這個舞台 重心伴我們一個 讓大家覺得 翁崇峻回來了又不一樣了 他是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努力的一個民意代表 我要怎麼讓大家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在那個當中 我在那個時刻就是 我應該要有三五月到一學期的時間 讓我去做一個進修和研究 在那個情形之下 我毅然決然就覺得說 利用這個時間 我應該要去做一個深造和研究 所以當時 實際上我是去選到美國 我本來是去加州 去博克萊大學 去那裡準備要去做訪問學者做研究 但是我在那裡去經過幾次接觸後 我感覺那個環境 對我來說 不是我真正我想要學到的東西 因為那裡是比較東亞研究 或者是比較政治方面的研究 但是在美國愛好法這邊這裡 給我的主審就是說 因為它就是第一 它是一個農業的大學 第二 美國愛好法大學 剛好是所有台灣有關研究 有水利來頭地 專家學者 包括現在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李宏妍都是從美國愛好法 像過去的吳京部長 結果美國余光中 這都是美國愛好法大學比那裡 明教授所後的學者 第二個 它剛好在那個地方 它又是一個水利研究的一個 很專業領域的一個大學 第三點就是說 那裡又是一個很再生能源 很發達的地方 所以美國的再生能源 大概在那裡 剛好是佔全美國裡面第二位 就是因為它有 由美有運動 所以發展再生能源 一直在美國 是一個頂尖的一個租 我記得這三點之後 我覺得說 剛好跟我在立法院 這大中間的專業 或者是我要努力的 剛好是一個 剛好很接近的一個地方 你當時在國外的時候 你知道其實國內的媒體 對你的一些傳聞的內容嗎 我知道 就是說 其實有一天 我們哥哥也沒打電話給我 就是說 中間中間 我們安家叫你害死 然後他就講說 報紙跟你燈那麼大 說你什麼欺負人5億元 走路去美國 結果現在 有一些人都來在我們工廠 說要來賺我們所賺的錢 不怕說我們醫療在那裡倒閉 我哥哥其實那時候 他也是說 其實他看到我 看到這個 這些明媒體這樣報道的東西 人要來索金金的時候 他也沒打電話去老公 但是我在那個時候 我總是覺得 我翁崇津選擇這樣的決定 如果沒有再 沒有讓我三個到四個的時間 去做這些研究 中間回來到立法院 我如果是像過一個暗票操客 永遠沒有辦法超越我自己 反而對於立法院 對家的鄉親是一個聲線 所以我選擇說我要繼續留下來 但是給我一個比較大的感感 就是說 我在那裡我覺得說 台灣人可以對這種的報道 他沒有經過求證 也沒有經過去扎證 然後做這種對我這麼大的傷害的事情 讓我感覺到我們的媒體 也應該要加油 委員剛才提到說 他想要在立法院 因為有不同的一個表現 不過這次你進出這個連任 你面對著的就是因為 我們這次的立委選舉 是和總統台選 作為白作為選 因為我們嘉義官 一般給人的感覺就是 民進黨 選民結果是民進黨 會多於國民黨 所以說如果你的時間 這個競爭是很急的 你的部分你的對手 這次的民進黨是很少 我們台大法律 對於系畢業的少年律師 蔡毅宇 蔡律師來導致 你要怎麼看你這次的選舉 你覺得你的對手 你要怎麼來拚勾 我想我在這邊的選舉 來講 其實我覺得說 是一個 讓我們鄉親做一個選舉 當然該官 登記民進黨接種 當然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 包括你說像提問選舉 在該官政府 同樣政治委員 去為他們的候選人 去做輔選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對我來說 當然有相當大的不理 但是中間 有一個感受 就是說 其實嘉義官的鄉親 他們也會理性 來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 大家都知道 中間 一路走來 夠近三十年 我在嘉義官 是一個脫心脫中 跟嘉義官的鄉親 可以說是 穿工條庫 穿工架準 的一個政治人物 我不是空港部隊 不是在八月的地方 人家不在外 我才回到一家 救發展的人 一路走來 三十年來 我跟鄉親說 三十年來 我媽媽給我的教訓 我永遠記得心肝來 就是希望 無分大小孩 無分好野生 去服務我們的鄉親 我相信 三十年來 中間的服務 鄉親 大家都知道 在立法院 我的問題 我在立法院 受了國會 跟所有媒體 大家共同的堅定 說我是 醫生的專家 說我是 國關會裡面 評選的 十大結束 在法委員 這些部分 都可以證明 中間一路走 我的運政的成績 是 今天在所有教委員 當立法委員 我相信 是很少人 有像我這樣的 像我一種 可以讓人定位 這麼專業 這麼專業 這麼表現 這麼好 立法委員 當然對我們家的鄉親 尤其是面臨一個農業 緣分 大家去追逐 說我要去 財政 要去 那些 比較責任的委員會 去 去救助 更多的東西 但是更多的主委 但是中間對我來說 我一直覺得說 農民 都是家的官 的俗世團隊 市民 都是家的官 我們需要 關心的對象 工人 都是家的官 最重要 我們大家 照顧 的一個組織 所以中間在 立法委內地 我嚇入 緊張的委員會 正當是因為 農業 因為 我們的 抵罪 因為 要怎麼 自己的經濟 能發展 我正當我是這樣走出來 所以不管是 中間對我 服務 對我在立法委的表現 到今天 我對家的 原則 社團隊的一個關心 我相信 選民 應該的感覺說 我怎麼選中間 他們比較安心 像中間 這種 老的老婆 中間 年輕的 比較膽怯 相信 我們的鄉親 感覺說 中間繼續來 歡迎他們 帶他們 帶他們做 應該是他們 比較放心的 接立法委員 所以我對這邊的選舉 我還是 抱持一個 審慎樂觀的一個態度 總統委員 都有說到 在中間 在法律過程 也有說到 在地方 你都有提到漁民的部分 家製縣除了有農民 還有漁民這個部分 你的對手 蔡逸宇她有提出一些證件 那這個部分 你怎麼去照顧 我們家製縣的農民跟漁民 你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嗎 其實我想在農民跟漁民 可能我敢這樣說 就是說 立法院來這裡 國民黨來這裡 幾乎是我著目最深 最用心 也是在立法院 可以決定農業政策 和行政官員 也可以討論農業政策來這裡 真少所謂立法委員基因 所以我比例我在說 像我們沿海 這些蚵仔補助的事情 像過去 蔡議員爸爸去找她的時候 她就說 那沒辦法 結果 到最後也是來找我 也是我來解割的 所以我們蚵仔的江蕾金 重金來突破這個法令 第一邊讓我們的蚵民 領到蚵仔的江蕾金 在第二邊在在海的時候 就領到江蕾金 漸漸後剛才那蚵仔 讓我們照顧到我們的漁民 當然要都有很多 像這個 我們沙海裡的獵魚仔的問題 一些我們沿海的漁民 蘇航道 那個漁民 漁船的漁民 漁船的漁民 漁船的問題 或是說漁民的處理中 這些部分 它這一點一地 都重點在這裡為他們 改割 為他們處理 為他們打拚出來的結果 包括一些漁港的福利 他們提供了後的漁港的福利 也是都重點 在日本人裡面 用我經濟委員會 調整的身份 我來幫他們處理 立條 來幫忙他們 拿到這個報道 這個報紙在漁海的漁民 當中 重點可以說 不以為力 最重要的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漁民保險的部分 本來漁民保險的 那個漁船 那些漁船都比較低 要怎麼讓他們 可以補更高的 將來他們退休之後 可以領一個更高的 退休金 沒拿 我特別在那裡 為什麼為了他們 去一個協調會 讓他們每一年 可以15%15%這樣 調整 將來因為 這樣15%15% 調整他們將來 他們的保險 他們的薪水比較高 之後 逐年人退休之後 人家就比較多的錢 對漁民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幫忙 這些 我想都是別人沒辦法做 只有重點來臺灣的完成 也重點來臺灣的出生 讓我們達成目的 這是重點 我想這是別人不能做 但是重新把它做到 福克 我們剛才說到農業政策的部分 其實在這次的整個選舉當中 有關在老農政策的議題 大家都很關心 你從選舉一開始 就一直沒有討論到現在 期間有團出說 有所謂的政院版本 也有民進黨的版本 你自己本身是 從那時候就一直堅持 一定要加碼到7500塊 甚至是不惜黨紀處分 你也是要堅持提案就對了 目前大家都很關心 這個提案 到底在在農業政策是怎樣 你的態度到目前是怎樣 今天 到底要調整到什麼政院 是最適合我們嘉義官 其實是全國的農民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需要抵批 也是很需要我們大家共同 即使廣義來界定的一個抗議 所以當時馬總統 他說三百十六塊 我在總統府立法院的時候 我真的不說 我當時我就跟他講 我反對到底 既然是你開在當時 其實就是黨紀處分 我都不惜在手不惜 當時我就是 馬總統就當然這樣說 我記得 我覺得 我在很多地方來頭 我說今天我們台灣的經濟 要照顧農民 已經不是像蔡西亞在發價值這樣 你不可以說 你發六千他就發七千 他發七千他就發八千 他八千他就發一萬 我們要揚氣這一些 蔡西亞發給這些情形 我們要想出一套 照顧農民 上改適當的方式 讓大家都知道 你的價值基礎 你的論述基礎在哪裡 所以我拿出來 其實打工七千五百塊 我覺得這是後面的犯算 其實我拿出來的 說法是怎樣 六十五月你拿到後 我們政府本一家土地給他 本一家土地給他 做什麼 給他休憩 因為你一家土地給他休憩 他可以領兩戶的補助 一戶四萬五 兩戶剛才九萬 一五月剛才七千五 對我們所有農民來說 說我是怎樣照顧你 就一千像說你一家土地 你真的有一家土地 你就辦休憩 你一戶可以領到九萬 所以一戶後 你只要七千五 將來政府對我們的農民 如果可以說出這套話 農民會覺得說 你兩戶在那裡 我如果說比較高的 我才會回到你 如果說比較高的 我才會回到你 他們在那裡 無法度上了解 是怎樣 七千是怎樣 八千 今天政府如果是副政府的位 要有一個論述基礎 要讓農民說我們是怎樣計算的 所以你這樣來領是合理的 我就一向主持七千五是這樣來的 今天馬總統我想可以改變這個七千塊 改變這個七千塊 當然 總共要在這裏 我不是本家鬼 我人為 是我的原因 馬總統在這大中間裡頭 他面對很多生修加節的壓力 但是我相信 他馬總統的個性 民進黨都拿錢的阿 叫他改變七千塊 我想 我相信馬總統這樣的個性的人 他也會堅持他的原則 但是他感覺我講得有力 他在外面 他聽到這麼多聲 他在正中山貴 很多人都在外面 意見 他感覺說 我這樣的論事是對的阿 所以有一天他就找 廖廖委秘書長來跟我談 他說 翁瑋你的意思是怎樣 我就很坦白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阿 你要改 你就照我的意思去改 我希望 這樣對台灣 這些辛苦的農民都可以改 所以廖廖委秘書長回去就跟他報告 然後他們就馬上開了 一個府院黨的會議 然後徵詢所有的立法委員的意見 大家都覺得 中間說的這個方案 是比較大家可以看 最小的方案 所以今天通過的這個案 後來他就根據我這樣的版本 我經期我七千塊 七千五百塊這個版本 做一個修改 我必須要講到的 這邊通過的版本跟民進黨是不一樣的 其實除了說我們這裏委 進出感謝支援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幫人民勘警荷包 要把關預算的這部分 委員其實你在台下的新聞 不過大家一向對你的印象就是說 你在經濟還有醫生方面 有很多的一個專頂 你當然是怎麼來併用這個專門的 這個八關議員的這個令令 其實我想這都是 就是說一個民意代表 應該要有不斷學習 不斷努力 不斷向上提升的動力 所以 雖然中間那時候 我不是特會議員 不是特會議員 不是特會議員 但是我在八關議員 我要做議員 我知道議員 對一個民意代表的重要 所以我必須坦白說 我那時候做八關議員的時候 我自己晚上都要開車去成大 我都去成大去成大 去成大讀書 去成大去成大讀書 去成大讀書 甚至有一段中間 我自己要考進成大 去成大讀書 我又去當學生去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當然 因為有八年的時間 讓我去做這個基礎的 預算的 理論和實務的研究 所以在八年的 官議員的生活 我就覺得我奠定一個 比較有比較紮實的議員的基礎 在成大那段中間 我學一些理論的部分 我去到立法院之後 我比較清醒 我比較清醒 就是說因為立法院的預算很多 他跟改革議會這種議算 基本上沒辦法人比 所以我光是靠自己去打 自己去努力 那還是不夠的 所以當時我很幸運 就是我剛才很多 我立法院的董事 他們都是假等特考的 一些會計人員 假等特考現在的 像我現在長榮會計系的 市主任 譚省草 譚主任 譚教授 譚現在資訊中心的 張萬田 張主任 那些 那都是當年 嘎客進來 非常優秀的 一些會計的人材 那當時 他們都要做義務的老師 因為我覺得 一個內主義偵 一個這麼嚴重的孩子 然後沒有任何背景 我每天拿去問他們 每天拿醫生書去問他們 他們覺得 我怎麼會有這樣的立法院 所以他們都管理給我做朋友 管理給我做法義務的助力 在那個當中 我自己學了很多 慢慢點訂我 就這樣 醫生專家的名號 當時我跟澎湃前 幾乎是立法院公認的 朝野兩黨的 醫生的代表人物 不過談到說 在立法院研究預算書 我有聽人說 委員你在研究醫生是聽說 先換 我跟說 讓他們的政委 跟你關在立法院裡面 講這件事 醫生這件事是很冷門的東西 他很枯燥 然後又 說起來要費很多時間 要這麼多時間 所以我有時候都要看醫生 要看做完 有一次我就是說 我在看醫生 看自己覺得 我都不知道時間幾點了 看了什麼 兩點完 我們在我們的會館 兩點完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我頭上去 看兩點完 兩點完 我要出去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我們沒有政委 說不可以出去 所以就變成 我就只能夠留在立法院的研究室 繼續看預算 然後半睡半看預算 半睡半看醫生 就把那個早上給熬過去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但是也對我在立法院做預算的研究 所以我留下一個很深刻的記憶 在這段落的時候 我們翁崇峻委員 跟大家分享 他從政 最近30年很多 很趣味的經驗 當然也有 比較遺憾的事情 不過大家都很好奇說 委員平常給人家 感覺是非常的嚴肅 他平常是要叫朋友 跟家裡的人 互動當然是怎樣 所以一段落在這裡 我們就邀請到 我們 紅委員的副臉 翁崇峻女士 來到現場 與觀眾朋友 做會來分享 他們兩個在生活當中的一些小故事 請一段功課 馬上回來節目現場 怎麼會想到 去嫁給一個名義代表呢 他跟我說的時候 也有很好的名義代表 我就跟他相親了 可是我覺得 當時候他比我還害羞 因為那時候 我在看他的時候 他就故意把眼睛趕快